不少餐饮业者受到疫情的冲击 纷纷想出办法来稳住业绩 网美火锅店就喊出 吃多少送多少的优惠 等于是变相的买一送一 另外的知名港点也推出了振兴券 只要是同集团的餐厅 都可以跨品牌使用 五花八门的火锅料怎么吃都过瘾 尤其这鸳鸯锅滚滚高汤也滚起了食欲 油脂分布均匀的雪花牛 沾满麻辣汤汁鲜嫩爽口 涮一片猪肉同样很对味 原本就很有料的胶原蛋白汤底 满满豆腐和菌菇营养满分 配上牛肉的鲜甜 不吃辣的人也能享受美味 造型像鲤鱼的其实是滑嫩的豆腐 边西式的欧姆蛋也能下锅煮 还有这个别处吃不到的惊喜 炸响鱼 轻轻沾一下辣汤汁 软中带脆 特色火锅让人大快朵鱼 不过让人最过瘾的 是只要没有消费 就送你同等值的消费券 来自您的消费 我们会遵用同等值的消费券 那您在五月一号到六月底 可以一次消费完毕 就不现金额不分平假日 其实等于就是搬家的有位 如果说是零头我们直接五条件进入 如果说您消费只一千零一块 我们就直接给您一千零一 算一算跟满意送一没两样 大手笔行销 就是希望在疫情非常时期 能够稳住业绩 更打出跨品牌也能使用 掀开阵容就像开启了惊喜盒 八种颜色的小笼包 任谁看了都想咬一口 用华丽提起成牌的水煮鱼 腊中带麻 麻中带香 底层还有满满蔬菜 分量十足 连精致的猪汤都能细细品尝 还有层层香酥的萝卜酥饼 适合开胃的醉鸡 满满蔬菜的美味佳肴 连甜点都很有特色 内容能吃到的满满港点 统统帮你打包好 就是要抓准这波疫情 宅经济生机 干肠 腊肠 双肠组合 单吃配饭都很搭 少不了必扁的烧麦 苛刻饱满扎实 一拨就爆开的奶黄包 也是客人的口袋名单 内容消费同样可以获得振兴券 也能使用在同集团里的餐厅 买个星级游击便当 或是双天的游击烧肉 多选择才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不管是带着走 还是享受备服务 各家餐厅绞尽脑汁做行销 在政府伸出援手前 先替自己纾困 记者小韩黄某通台北报道